在Money in the Bank比赛上 布雷华亚特攻击了雷恩斯 导致大狗失去了挑战WWE冠军的机会 接着在两人的单打比赛上 本可以做出报复的雷恩斯 却又遭到了哈佛的袭击 并在吃下了阿比盖尔修尼后 隐恨沙场 而哈佛的行为不但重新团聚了华亚特家族 也让雷恩斯不得不重组神盾局 以En坡携手对抗敌人 于是残怯的神盾局与华亚特家族 展开了漫长的战斗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大狗的故事第14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点赞与分享 你的支持是眼镜凶的动力 来到Battleground结束后的首场洛节目中 雷恩斯与哈佛进行了比赛 在En坡与布雷的监督下 两位体格相近的选手展开了对抗 雷恩斯则率先控制了局势 将哈佛打得神分颠倒 虽然哈佛尝试给出了反击 但还没来得及完成下一步行动 便被雷恩斯使出被摔击弱了自己 于是老大布雷立刻向哈佛指点迷惊 可就在眼镜凶以为布雷又有什么阴谋的时候 原来又是那最没有用的索记轻落 然而就在雷恩斯尝试破解索记的时候 哈佛灵机一动 向大狗的手臂做出了打击 接着再把他狠狠摔下了比赛擂台 而为了避免让对手通过即时赢下比赛 雷恩斯就只能强忍着痛苦 重新回到了比赛区域 而让哈佛意想不到的是 即使失去了一臂之力的雷恩斯 却依旧充满着攻击性 使出爆摔反击了哈佛 接着还在一次闪避后 让哈佛摔下了比赛擂台 直接掉血三千 雷恩斯则立即乘胜追击 以用连续的进攻将哈佛打得难以造价后 指出萨摩亚摔击弱了对手 但就在大狗尝试踢出超人飞腿的当儿 按捺不住的布雷却挡下了雷恩斯 好布雷的行为让眼镜凶想起了 小时候经常玩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而布雷就是那只母鸡 于是大狗毫不客气的打倒了这只母鸡 接着便以超人飞腿将两人踢得鸡飞狗跳 而就在准备打出一拳超人终结对手的时候 布雷却再次干预了比赛 将雷恩斯拖下了比赛对台 砸向了波爆炎区域 一旁的M波则立刻加入了战斗 以怀亚特家族进行了对抗 而就在两队人马打得难分高下的时候 大狗使出一拳超人打倒了布雷 帮助神盾局占领了擂台区域 处于下风的怀亚特家族 则狼狈地离开了体育馆 虽然在2015夏日狂潮比赛上 怀亚特家族再次获得挑战神盾局的机会 但如今只有两人的怀亚特家族 明显不是神盾局的对手 布雷再次隐恨沙场输掉了比赛 于是为了挽回家族的颜面 布雷找来了一位有实力的帮手 就在以神盾局进行复赛的时候 正当大狗使出一拳超人咒倒布雷 然后呜的一声灯光突然熄灭 一位超过200公分长的巨人 戴着黑山羊面具出现在了擂台区域 而看见比自己大一号的巨物 大狗虽然感到惊讶 但依旧尝试使出一拳超人攻击对方 而没想到却被这大块头轻松扣向了自己 并以一招狠狠的爆摔 剪弱了大狗的作战能力 现状后的Mboss尝试发动进攻 然而却是以软即死 飞而扑火 自取灭亡 即使两人同时做出对抗 却也根本伤不了这巨物的任何一根寒毛 而就在神盾局被巨物打得倒地不起后 布雷以哈佛这才放下了心中的那块大石头 在黑山羊的帮助下 华亚特家族终于一血浅尺 羞辱了神盾局 而在接下来的落节目中 布雷正是向WWE宇宙介绍了这位新成员Stormand 而Stormand在WWE首场比赛上的对手 则是DMboss 所以Mboss自然成为了黑山羊的玩物 将不瓦瓦般任由摆布 而不忍心看见战友被如此的糟蹋 大狗向黑山羊做出了打击 但下一秒便被黑山羊砸向了防复栏 接着还接受了三角索的伺候 即使Mboss请出了铁蚁大神攻击了对方 但却依旧无法减弱黑山羊的战斗能力 而在领导人布雷的指示下 黑山羊向大狗执行了大招 Yokoska Cutter 在神盾局被黑山羊干得无力抵抗后 布雷这才登上了比赛队台 收取了成果 装出了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使出阿比盖尔修尼击落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大狗 在黑山羊的加盟之后 怀亚特家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加强大 布雷则在这时向神盾局发出了另一次挑战 建议在冠军之夜比赛上进行一场六人比赛 虽然神盾局缺少了一位成员 但雷恩斯依旧接下了战帖 并承诺会在冠军之夜比赛上 邀请一位神秘选手前来协助神盾局起胜 好就在大家都以为为了对抗巨大的黑山羊 雷恩斯很可能会找来一位有分量的选手时 结果这位所谓的神秘选手竟然是大叔杰丽可 虽然这时的杰丽可已经培养出了一身油腻的脂肪 但曾经的WWE所谓无可争议冠军得主 亦就给出了惊人的表现 多次让华亚特家族吃下了苦头 反而就在神盾局占尽上风 首次将黑山羊打倒后 杰丽可却擅自替换下了雷恩斯 指出Lion Shock步向了黑山羊 但就在准备完成Codebreaker的时候 却被巨物做出了逆转 反击了大招Yokoska Cutter 并被三角锁困住了自己 而就在杰丽可被锁得几乎失去了意识后 主裁判做出了宣布 华亚特家族赢得了比赛 整顿局与杰丽可也因为这一次的私利 闹得不欢而散 来到冠军之夜结束后的首场落节目中 雷恩斯独自面对了华亚特家族 大狗声称这是一场由自己与布雷所引发的恩怨 所以必须由两人解决这个问题 布雷表面上同意了大狗的说法 并支开了两位成员后 以大狗进行了单打对决 但显然的没有获得帮助的布雷 根本就不是大狗的对手 在承受了来自大狗的多次攻击后 布雷彻底失去了防御能力 而就在大狗使出一拳超人奏向布雷后 哈佛与黑山羊干预了比赛 向大狗发动了袭击 虽然Enborough及时给出了研究 但对黑山羊的多次飞扑 却无法让巨物受到任何的威胁 而就在神盾局处于弱势的时候 兰迪奥顿来到了现场 使出powerslam摔下了布雷后 利用被摔将哈佛抛向的波爆炎区域 接着在Enborough联手射出了飞毛腿 击中了黑山羊后 如大狗打出一拳超人 将巨物揍出了比赛区域 把台下的布雷吓得木盾口袋 随后在兰迪的协助下 神盾局与华亚特家族进行了第二场六人比赛 而就在大狗使出炸弹摔 击落哈佛的时候 布雷干预的比赛 导致大狗吃下了superkit 索性兰迪及时做出了协助 破坏了哈佛对大狗的压制 接着在为哈佛投下了RKO之后 大狗使出spear撞倒了对手 并进行了压制 完成了独秒 就这样神盾局扳回了一城 赢下了与华亚特家族之间的比赛 就在兰迪奥顿帮助神盾局 打败了华亚特家族不久后 大狗向WWE宇宙讲述了 关于这场恩怨的言由 并认为布雷应该接受挑战 在接下来的Hell in a Cell主赛场 进行对决 以解决这场漫长的斗争 然而布雷虽然来到了现场 但却派出了黑三羊 与大狗进行了比赛 而多次面对过黑三羊的大狗 也开始熟悉了对手的落点 靠着台阶的接地下 指出一拳超人将黑三羊 揍进了波报员区域 并通过计时赢下了比赛 不服气的布雷 本想对大狗做出围殴 索性大狗及时退出了比赛区域 虽然布雷还是一直尝试激怒大狗 希望透过激将法 让大狗落入千套 但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个道理的雷恩斯 不但没有中计 反而还在布雷装神弄鬼的时候 趁机删了对手一记耳光 来到2015Hell in a Cell主赛场 为了避免受到外界的干扰 雷恩斯与布雷进行了铁龙战 而就在比赛开始不久后 雷恩斯便以多次的被摔 教训了布雷 但就在使出超人飞腿的瞬间 却被布雷做出了闪避 索性雷恩斯快速做出了补救 再次使出飞腿击中了目标 可就在雷恩斯占尽优势的时候 布雷却以剑道棒做出了反击 向雷恩斯疯狂输出 一度让大狗丧失作战能力 跌出了比赛擂台 布雷则在这时 将剑道棒与铁蚁安置在了铁龙上 准备为大狗做出进一步的打击 可就在布雷将大狗砸向剑道棒之后 大狗却做出了逆转 把布雷撞向了铁蚁 接着再以两把剑道棒 为布雷做出了双倍的报复 可就在大狗再次使出超人飞腿踢向布雷 并准备将布雷摔向长座的瞬间 布雷却突然发难 使出毕生乃力做出了反击 狠将大狗摔向了长座 但就在使出泰山压顶压向大狗 并进行压制的时候 大狗却依旧做出了否决 随后还在布雷再次尝试 将其砸向长座的那一刻 大狗做出了抵抗 利用炸弹摔反杀了对手 但让大狗万万想不到的是 即使使出一拳超人击中了布雷 甚至利用Spear将布雷撞向了长座 看似虚弱的布雷 不但对压制做出了否决 还在大狗再次使出Spear的当儿 做出了反击 利用阿比盖尔修拟击落了大狗 接着还在大狗奄奄一息的时候 布雷将剑道棒安置在了擂台角落 看似准备利用剑道棒插死对手 结果就在准备做出刑罚的瞬间 大狗却突然苏醒 抽出剑道棒打击了布雷后 将他撞向了擂台角落 接着就悟得一声 指出大招Spear撞倒了对方 并进行了压制完成了毒秒 就这样雷恩斯赢下了最后的胜利 结束了与布雷华亚特之间的斗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大狗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